我们感受到常常有人在走廊上奔跑 造成许多人受伤 我们发起CS大作战的行动 CS大作战就是Corridor Safety的简称 我们希望能防止走廊事故 先用电脑查一些走廊安全的相关的影片和新闻 让大家知道走廊奔跑的危险 访问学务主任 学务主任告诉我们校园维护走廊安全的措施 也希望我们当校园安全小记者 会同校园安全 那在这个原心上面 核心的问题就在做 在是什么 就是你们自己安全教育的观念 因为从家里出发 到学校后 到放学回家 路上 到抵达家里面 这都是安全教育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今天入班宣島有什麼感覺或收穫 入班宣島真的是一個很有趣的行動 小朋友們都很配合 然後讓我們的行動也都非常的順利 聲音要再大聲一點 然後就是要講清楚一點 我覺得這一次啊 我比前兩次更不會緊張 已經覺得很放鬆 我覺得我更有勇氣可以在不認識的環境下面 宣導給不認識的人聽 我讓學校的受傷率減低很多 好 我覺得改變了第一年級同學隊走的安全 希望大家都不要在走廊上有發生事故 可以在學校平平安安快快樂樂樂的學習 宣導我希望大家都能一起加入我們的行動 並且持續下去 並且持續下去